哈喽大家好 我发现我又忘记了一件事情 你看看 这是欣西小姨她女儿的 欣西的 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半吨千斤 明哥她女儿的 这里发现好像还差一样东西 把我们的行给忘记 是不是我有点偏心 可能是 就方伯伯有点偏心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 男孩子要穷养 女孩子要富养 女孩子要对她好一点 咱们的小亲戚们都疼一些 男孩子和大丈夫点天立地的 你给她宠了太多 宠太好了 那以后怎么独立 是不是 反正现在要买来不及了 然后本来想过去的 刚好前几天扭到脚 开不了车 然后欣西小姨她们又刚好回去老家过 五一 过两三天她们才过来 到时候等她过来了 然后一起拿去聊 走上面去吧 好久没跟他们坐在一起 好 这次我跟你说明哥 之前明哥准备要生的时候 前几天我还跟她聊 我说你能 插得出现在这个是男还是女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 要是个女的就好 她一说是啊 想要个女孩子 她说老婆也希望是个女孩子 要个亲戚 真的太好了 这个 狗真生的就是一个亲戚 这样的家庭 完美 一二三 都是女孩子的衣服 男孩子都没买 可能我们是比较 喜欢小亲戚们的 哈哈 没办吧 小亲戚们需要多疼一些 好啦 感谢家们收看 过几天等 那个星期小一趟过来了 我们再过去跟他们会合吧 好久我们跟他们一起相聚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